哇 太熱血了 當你跨出第一步的時候 你會非常非常痛苦 它第一下下去我就有嚇到 整個手是可以伸進去的 接著開始把它糞便 很自然的就挖出來 第一次要在台北101的現場跨年 它在設計的領域是真的全球知名的 我自己是對自己的故鄉開難很有情感 很捨不得這麼有故事的地方不見了 用5000億也換不到生活 我叫Will 是一位全職投資者 投資是對自己相信的事物注入決策 在這個世界中我看到最大的投資項目 那是人生 別人眼裡的冒險、馬撞和不務正業 是他們眼中的實驗、實踐和實現 我想和每個努力投資人生的夢想家一起 找到不被定義綁住的理想人生 台灣有大概500個牧場 12萬頭乳牛 可是受醫師呢 只有大概20位左右 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我們喝到的牛奶其實蠻堪忧的 2009年到2013年完成了世界七大眾 八大戰超級把它收散 完成人生中第一個夢想 選手的冒險是追求時間、身體的極限 心靈的極端環境和克服 這次還不只是燈而已 包含煙火、音樂裝置 所以其實他剛剛講的時候 輕描淡寫一句話過去 我可以想像到後面有很大的勇氣啊 最富有的人並不是我有最多錢的人 而是你給他再多錢 想要他過另外一種生活 他都還是會過回本來生活的人 我永遠不知道待會會有什麼值得紀錄的 那你就跟著他 對然後各種題材都可以去紀錄發揮 我現在的想法進行越來越 收斂 越來越集中在一個方向 可能很多人知道 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 101本身的燈光就是烏龍特技的 這次有胎 但是它的羊水有點混濁 再復檢一次 幫我把眼角的牛屎剝掉這樣 解決的問題方式 錯乎我的想像 顛覆整個產業的形式來做這個事情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你能夠變成是專業 專業的事情重複在做 你就能夠變成是卓越的 你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站在未來安排現在 但是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且戰且走 他應該是跨過了很多大的障礙 然後才走到 今天我們看到他這麼多才多義 他從來沒有講過犧牲 或是我付出的做到這件事情 如果你去問全世界 所有偉大的創業家企業家 他們唯一的遺憾都會是 當時的夢做得不夠大 安靜之後才開始往上爭 我們必須先安靜下來 然後你才重新開始看未來是什麼 幸福的那個秘密 永遠去問自己 我還能做什麼